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对数字非常敏感 像是逢久不过生日 是这个字呢 对我们来讲也是不吉利的 这些都要通通的避开 但是有什么你意想不到的 这个数字的组合 可能会是你的死亡密码呢 要请教一下正义老师 请问一下 真的是每一个人都有 这个一个不吉祥的数字吗 我们这样讲 就是比如说紫薇德数 他是在算数 那我跟举例比较简单 就是说 你的生命出来也有个数 比如说鸡要伏几天 鸡要伏几天 鸡大概就是21 22天 你就得出来了 是 对不对 你不可能三个月那个鸡蛋还在那里 那一定是臭蛋 对 它有一个数 让你就是地球在转 就是一个转数 是 那我再讲一个更简单 是 就是说毛泽东呢 有一天 他等于 国民党走了 可是呢 他一直不敢进紫禁城 为什么不敢进去呢 他说 袁世凯都坐不住了 对 断其队也比我强嘛 这些人都进去就 坐不住 那我不要进去 可是这时候 北京的这个校长 郭沫若 他是个疫情专家 他说 你不进去也不行 他说这样子好了 那个北京城外有一个 有一个老道 我们给他看一看 是不是能进去 他就带他去 带他去呢 这个老道呢 弄了半天也不讲话 他对毛泽东讲 一个就是九九 那郭沫若知道九九是天王嘛 他说一经练过 九五是至尊嘛 那九九那没有问题 就是天王嘛 你OK没问题 可是那老道又不讲话 就是又过了一阵子跟他讲 他就讲了八三四一 就是八三四一这个数字 就四个码在一经里面 就是很难解 所以郭沫若说 这个我解不出来 那毛泽东说 我知道了 他叫我九月九号进去 你知道吗 那因为保护我的这个部队 叫八三四一师 所以现在京城的那个八三四一 就是毛泽东去问这个老道 是 结果 最后有一天毛泽东挂了 他的秘书才知道 他的秘书写了 在保护东传的第一页写 就是说 原来那个老道 在告诉我的头子 我的领导人说 你九月九号会死 你九月九号死 是 那么八十三岁死 统治红军四十一年死 这就是在 我们现在看到毛泽东传 他的秘书 就是写的第一页就是定数 所以老道我根本没有在回答他 老道我根本 管你要不要解释精神 我跟你讲另外一件事情 对 你把你讲完了 对 你进去没问题 我告诉你最后一天 是什么状态 对 那这位老师有没有不听 那个算命老师提醒 就非要在那个灵异密码里面 也不是非要 我这个是一个客户 他到了香港 因为他的命谱 我一个老师帮他写的 我那老师已经 往生了 他喜欢给人家写一个 就是你的禁记 嗯 是什么 什么数 他们我们不叫密码 就叫数 他给他写一呂一二零一 一二零一 一二零一 就跟那个八三四一 一四四一一一一一一一二零一一 一二零一一 那一天刚好是 就是十二月零一号 十二一号 十二一号嘛 那就符合他要理 那家人跟他讲说 是不是这有问题 你要到香港去 他说不行 因为我生意 我非得去处理不可 因为有一些债务上的 那一天晚上 他就进住了这个饭店 这个饭店呢 他首先去给他配到八楼 八楼拿他一睡呢 就被鬼压床 他讲不太对 这个房间不赶紧 他就到了柜台底下 就是说你帮我换一个房间 他说这么晚了 换房间要加钱 只剩下一间套房 总统套房 他说那就换 因为我被压床 没办法睡 他说好 那个要换 加钱 结果呢 就在12点01分 那个房间是 他那一天晚上被鬼压床以后 就已经忘记 就是120一个提醒 所以这个就刚好你就看 就是叫你偏不要去 你还是要去 对 所以那天晚上他如果不换房 他直接去懒櫃房 喝到天亮应该没事 对 可能会 可能会坐一台键是撞死 那车号就120 太恐怖了 所以说就明明中还是有个定数 多有个数 接下来这个人呢 就完全在 在我们在这个蕊的时候呢 乱给数字 他给了一个八八八八 你想要表现什么 我想要表现 我不想浪费时间在 在下题目这件事情上去 那今天要讲的故事 那我讲的故事呢 他跨年代还蛮久 就是 一个反正就是 伯母神神辈的一个 你刚是想要睡了 不是因为我在想 我要怎么描述这个 我认识的这位长辈的这个关系这样 反正他就是一个老婆婆 然后过得也还蛮辛苦的 小时候呢就是乡下地方就迷信说 家里这个女孩子呢是养不大 所以她是送给人家 然后呢 后来这个婆婆年纪比较大了以后呢 家里人这个 家里的长辈走了 那走了因为 人家就是没有直视 才会收养这个婆婆 所以就把那个 那个乡下的一个破房子 就留给她 那其实是不值钱 谁知道都市更新 那地就变值钱了 所以老婆婆呢 就是有那些 有那个几百万的那个钱 再加上一点点社会福利金 然后平常没事减点破烂 也就OK了 儿子呢 缺老婆在台北过日子 这个也不是赚很多 很努力的人 但是也不是赚很多 戏子买了一个小小的套房 然后呢就生了一个小女儿 当他们有一天想把这个小孩 丢给他们家 丢给婆婆来养 因为婆婆没事干嘛 退休没事干 要丢给婆婆来养的时候 这个本来老婆婆 跟这个儿子之间呢 其实没有什么交往 其实就像我们对爸妈一样 不是那么常联络这样 也没什么交往 结果这接了小孩以后呢 当然就是爸妈的这边 他会很常去关心说 小孩现在怎么样 什么什么的状况 可是呢 他慢慢也会发现 妈妈也会主动 就妈妈开始会很主动的 并不因为 并不见得会因为小孩的事情 那个 跟他们联络 但是呢一定有个重点 就讲到说 每次一定会讲到说 妈妈年纪也大了 我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走 你们要把小孩这样丢给我 万一有一天 我真的发生什么事情 突然小孩就没人顾 那会怎么样 你们要不要把小孩带回去这样 然后对于这个儿子 跟媳妇来讲 就会觉得 开始会有点烦 就是 你就已经帮我带小孩 我们在努力工作 我也不是不孝顺你 我也有寄钱回去给你 就是帮我带 就觉得开始就会很烦 偶尔不接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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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有一天妈妈打路机 打了七八个电话来 然后晚上回了家 夫妻就商量 要不要回 我回一下吧 搞不好这小孩有什么事 打路机流了这么多通嘛 然后就回 回了以后妈妈跟他们讲说 我跟你说 我早上睡中午的时候 面膜 他说他中午睡觉的时候做梦 就提醒我 说我的命 因为你知道我的生日是农历 7月15号的这个午时 他是农历7月15号的午时 他说我的命 我的命就到这里了 不能再往前走了 他说妈你不要乱讲 中午做一个梦 你真的不要乱讲 他说真的 你们要不要把小孩带走了 万一又什么 他听又很烦 你又来讲这一套 你就帮我带小孩了 你又跟我讲这有的没有的 那我听起来也不吉利 你是我妈 你老是诅咒自己 要走 我听起来也不吉利 也不开心嘛 好 不要讲 好啦 结果没多久呢 这个97还是96旺 这个老太太呢 就有一天骑摩托车 带她们家那个三岁小孙子 就在南部嘛 带她家三岁小孙子 出门呢 你知道老太太 尤其在乡下 反正就看 没车没车等 我就出轨了 好 一个出过去 刚好一个小发财 出胖壮 当场呢 那小货车也翻了 小货车也翻了 然后装上行道 小货车司机也挂 小货车司机也挂 然后那个小妹妹就当场挂 那老太太呢 是等她救护车来 帮她做急救的时候挂 好啦挂 那在这现场 出师的现场 立刻就会来警察啦 檢察官啊什么 然后有道士啊 会来 来 在这个登记的时候 她就 之间 就先有一个仗仪色的人 看她说 哎哟 这个老师你看看 老太太这个 出生里面是 很特别啊 好 很特别 然后小妹妹 小妹妹也要收 收拾 那个检察官一看 出生去什么时候 那个 道士 刚好 那一家的道士 旁边再听一听 差了几轮 但是出生里面是 农医是同一天啊 就把她拿来送 农医同一天啊 好 同一天 大家各自办 各自办商事 然后最后可能要请她 举业家人什么 那最后你还会在殡仪馆 大家还会整理这个事情嘛 好 整理这事情呢 这一家处理这个 老太太跟小妹妹这一家的 这个 商葬的人员 那就跟那个 处理小货车那一家 商葬的人员 小货车这一家 这家就讲 我们那天在整理她的那个 资料什么 跟她家人联络 才知道这个人 他是民国几年的这个 农历7月15号的那个 五十出生 三个人一队 三个人都是农历7月15号出生 然后 儿子很伤心啊 儿子很伤心 就在办商事中 在办商事的中间 走理之间的 接放邻居 乡下地方都会过来 帮忙什么的 就跟她 就跟她讲到一个事情 就是说 你妈妈从小我们就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 你妈妈小时候就算过命 就是 她不能同时碰到两个 跟她一模一样生日的人 否则她一定会挂在那个时候 这也是一种树 很多就是这种树 我一个科夫 家里有三个小孩 居然都是在9月28号生 一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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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那一天来了 就是还有一个巧合的树 一个巧合的树 是 好 江伯乐老师 是 有三代 总共往生了9个人 但是他们死亡年龄 就跟这个特定的树有关 对 这个客户是我脸书的一个好友 但平常也没有什么联络 但有一天呢 他就写一写之后 传一个照片给我 他就传一张照片给我 那我就说 我就回他说 我说你卡主音 我说你卡主音之后 客人说卡什么音 人家脸书跟你聊天 你就直接给他叫 没有 我说你卡主音 他就问我说你卡什么音 我说你后面跟着不到一大堆 因为你的照片 旁边跟着一大堆 无形的 那你额头犯青 那结果这个客人就 他也觉得很淡 他说老师那我可不可以去找你 我说那你约一个时间你过来 那 可能隔一两天 这个客人来的时候 他带了爸爸跟妈妈来 坐在我的面前 你坐下去 那耳朵就听到 很多人在跟我讲话 耳朵出现好兄弟你男生 到底怎么回事 稍后告诉你 我说你卡什么音 我说你后面跟着不到一大堆 因为你的照片 旁边跟着一大堆 是无形的 那你额头犯青 那结果这个客人就 他也觉得很淡 他说老师那我可不可以去找你 我说那你约一个时间你过来 那 可能隔一两天 这个客人来的时候 他带了爸爸跟妈妈来 坐在我的面前 坐在我的面前 一坐下去 那耳朵就听到 很多人在跟我讲话 那我想说 我们这里有神明 那我可能 外面的鬼魂 怎么可能跟我讲话 是不可能 我说你今天是有带祖先来吗 我客人 我客人就是 他的爸爸七十八岁 这个老先生七十八岁 他说没有 我只是高公母跟我的小孩 带来这样 结果我的客人 就是他的儿子 他出门的时候 跟祖先烧香 跟他讲 他在找江伯乐老师 所以他们家的祖先 全部到我的办公室去 那这个老先生 他们家每一代 他有三个儿子 就是他的三个儿子 第一个是三岁死掉 我刚才问他 他说他一个儿子三岁死掉 是怎么死掉的 他的兄弟 有一个是二十一岁 有一个是二十三岁死掉 其中二十一岁死掉的是 就莫名其妙 要去当兵的时候 要去当兵的时候 莫名其妙 就没有回来 就死掉了 因为二十三岁是 忽然间在家里面 在家门口住十门 以后被跪着的马路 因为十门可能海边 开车开很快 他二十三岁的儿子 莫名其妙被车撞死 再来 这位先生他有两个兄弟 一个叫李 一个叫李 刚出了一个 一个刚好也是二十三岁死掉 一个二十一岁死掉 结果他的妹妹 他的妹妹这边 谁在这边 姑娘李 三岁死掉 你们觉得很生机 三个儿子 一个三岁 二十一二十三 他自己的兄弟 一个二十一一个二十三 一个三岁死掉 那这样就算了 对不对 还有更恐怖的 他的叔叔叫郑李 他姓李 他叔叔为什么姓郑 也是三岁死掉 那旁边还有写他两个叔叔 两个叔叔 你也是三岁死掉 都是三岁 二十一岁 二十三岁 怎么听起来好像全家都过世 全家都死光光 全家 就是每一代男生死三分之二 那原因我也觉得很奇怪 说为什么 三岁就死了 死了九个人 而且这三岁 每个死掉的都是三岁 二十一岁 二十三岁 结果去家里看祖先牌 会沟通 沟通的时候才知道说 原来我这个客户七十八岁 他的阿公 他的阿公本姓姓郑 郑成功的郑 阿公死掉早死 奶奶改嫁 奶奶改嫁 改嫁姓李的 来遭罪的问题 又有这种入罪的问题 那结果这个客户就是因为 他的爸爸姓妈妈的姓 姓奶奶的姓 他的爸爸姓奶奶的姓 都是拜姓李家的 拜姓李家以外 没有拜他们郑家祖先 那后来我就觉得很奇怪 说那难道这样子 就被全部都被李家 全部带走死掉吗 结果问出来我先问 问出来的原因竟然是 他的牌位里面 竟然没有拜他亲生的爸爸 客人没有拜他亲生的爸爸 阿公阿祖全部都没有拜 只拜女方家里 所以女方 男方 男方的祖先不甘愿 让他们家全家都死光光 那今天更神奇的是 我这边单子绝对没有造假 本来以为死了十一个人 结果今天总共死了几个 写到写不下 我就用直写 每个都有写 总共刚才处理二十个 是我有史以来 处理九百多个案例里面 死最多的 就是同一个原因之下 不是只有 他们李家的祖先把他带走 不是他们正家祖先把他带走 原来是什么情况 原来我的客户七十八岁 他不认识字 他爸爸也不认识字 就从他爸爸那一代的时候 他们拜这个牌位 他们拜这个李家的牌位 竟然怎么拜 他们牌位是从祖措 祖措可能他的太太祖父 怎么有两百多年 以前死掉了你也在拜 那两百年死掉你也在拜 一百八十年怎么 我说这些是什么人 他说他们也不知道 他不知道的原因说 那你人都没有看 结果客人跟我讲说 神兮 不好意思 我不认识字 那你看不认识字 他结果他拜的是谁 他拜的是他们李家 比如说接工作 背工作 别房的 结果别房的也有夭折的 比如说他接工作 背工作也有小时候死掉的 结果这个死掉 本来他们不应该拜 也不会来托他们家的子孙 结果他也拜到别家的 别房的祖先 那别房的祖先 有夭折一起来托 所以全家 每一代几乎都是光光 祖先非常重要 有时候不能拜双姓的祖先 你把一姓请走 或说你有入罪的问题 应该弄清楚 到底说入罪 如果你姓母亲的姓 一定要拜南方祖先的 才可以的平安 你若从地步水 你去拜杂母的 你一定要拜亲生的祖先 但如果你是拜爸爸阿公这一代的话 是不用拜母亲这一边 这样子 好 接下来这一位是 王老师带来这个 梦中出现的关键数字九点钟 高调 解谦以后一样逃不过 对 这什么事情 这个案子要讲 应该从头讲 有两个女生 大概三十多岁 那三十多岁其中有一个 来问是要问她的 主要是要问她 跟她男朋友的事 这样子的话来 神王爷就出了三张签诗 第一张就是秉承 第二张以示 跟第三张跟虚签 我们一张一张看了 知道原因了 这个故事要跟那个 刚刚正宇老师讲的 跟她一样 九十六十六神明看的角度 会不太一样 是 来 八十元来是太公 看看婉景玉文王 她说 这个江太公八十岁才遇到 周文王 看看婉景玉文王 就是说可能要走晚文 那牧下警示修将问 欠君且守但运通 我想说奇怪了 其实是因为这个 我是问她交往多久了 她旁边那个女生呢 刚才说 是 她们要结婚的 她们要结婚的我更怕 为什么 糟糕了 那要结婚的还出这种签诗 手带运通 我要怎么跟人家结啊 牧下警示修将问 但现在要结婚 不太可能跟人家讲 欠君且守但运通 还是你是运不通 还是她运不通 还是等两个人运通再结婚 也不太对啊 是 来 我们看第二次签诗 容虎相随在深山 君的何须背后看 容虎相随 应该有一个问题 已经悄悄在背后了 有一个问题 君的何须背后看 那你不用看其他的东西了 就只有这个问题 就最重要了 不知此去相爱物 她是与我却无干 你这件 你不知道这件事 这样做下去 会耽误到你很多事情喔 那如果我现在跟你讲喔 如果你不听的话 出事情 她是与我却无干 你不要怪什么 跟你讲 一般这张签诗 收到的话 大概都是跟人方面有关系 我再解签了 然后呢 这张签诗 如果你这样子 再做下去的话 你会变成怎么样呢 一重江水 一重山 你在走的路 婚姻这条路 我本来是结婚姻 婚姻这条路 可能会 拔山又涉水 谁知此去路间 路很难走 那这人 认她解救中不过 吃飞中酒 不得安 谁要怎么救 怎么办解决 都没有办法 这类事情 没有办法解决 就是不能结婚的意思 你来问这个婚姻的话 一般神明不太会讲说 很少 几乎很少 人家要结婚 还出这种签诗 那我怎么解 叫你不能解吗 不能结婚吗 不太可能啊 那以我的经验说 你要结婚 要出这种签诗 大概都几个人 我就针对下去 就问细节 是不是那个结婚日子有问题 没有啊 还是说整个结婚的科医有问题 也没有 等等都没有问题 安床等等都没有啊 那没有的话 为什么会三张签诗 会这么不好 是出在南方就说女方 出在女方 所以我其实 我最害怕这张签诗 第二张签诗 以示签 以示签如果一般人在解 抽到你的南方 或是女方 要交问你的男朋友女朋友 出到这张签诗 大概都会有一些些的 南方可能会有一些些的 外遇最像 女方也会外遇最像 可是我一问出来 外遇啊 对 外遇 可是一问也没有啊 那时候问起来是 原来是什么 问起来是伴娘 是不是跟伴娘有关系 伴娘喔 对 做三杯 伴娘三杯的 天啊 刚好旁边带她那个人来 那个是伴娘 这样 王老师 那你可以问成为 是不是我带曬 我看她的结婚日子 你结婚日子给我看一下 可是当时那一天的结婚 日冲跟时冲没有她 已经没有她 应该是不会 不太可能 我就跟成为 这个问题很蹊跷 我这样子解下去 我会怕 我怕给她解错 办错的话 会害人家一生 你嘛 我就求成为 你嘛 要嘛就给 当事人跟朋友多梦 有梦到再来 进一步的问出 到底什么问题 隔天她回去 从那庙回去 之后的第三天 就梦到一个梦 梦到一个梦 他们两个又梦 可是他们两个是 因为在交谈是 我昨天有梦到你梦呢 你说梦到什么 梦到梦 她跟女生也说 我昨天有梦到你梦 梦到两个人 把梦讲出来 吓一跳 两个人 我没有看过两个女生 吓到会纯顺顺 就赶快来跑来那个 那个庙找我 伴娘梦到什么梦呢 她这个朋友 开她的车子 她车子呢 有个司机 男生司机 男生司机呢 后面载她 跟那个准薪娘 要去试婚纱 这个司机呢 就穿什么 穿那个扮伤身的黑衣 戴麻衣的那个 穿这样 开那个司机 后面呢 就坐着她 跟那个准薪娘 或车子后面再拖了一个 四个轮子 那个有些司机 那上面放个棺材 这话我想象的 这是一个车子 轿车 后面拖了一个棺材 这个是伴娘梦 准薪娘梦 准薪娘梦 对 去这婚纱里面 是婚纱 她开始穿着 穿那个伴娘 这个你赶快挑一挑 快点 快要九点了 超过九点 你的那个白衣 会变八一 就是八一 好了 可是 慢慢穿 慢慢挑 隔了 过了九点之后 忽然 就那个电灯 就烧起来 烧起来 就烧到那个婚纱 那个婚纱 烧到整个婚纱 白衣 那女生很痛痛 冲到门口 跳进去 后面不是有一个 车子后面不是 拖一个冠槽 跳进去 就躺在那边死了 那个准薪娘 我听说准薪娘 她梦到什么梦 一样就是挑婚纱 挑婚纱的话 我赶快挑一挑 因为我九点之后 还要去发起一天 她是这样的 她的朋友说 也是九点 很奇怪就是九点 然后九点的话 也是没有 忽然就是什么 爆炸 里面有一些 里面爆炮 那个分纱里面爆炮 爆炸 爆炸起来 烧起来 烧到他全身苦 一样很痛 跑去冲进去 那个车子里面 躺在那边死了 那死了 他那个准薪娘 梦到他那个朋友 死在那边 那个车子里面 死了全身烧焦 而且他咬了一颗白蜡烛 白蜡烛 白蜡烛 这是那个伴娘 那个白蜡烛 我觉得很可怕 第一个 共同点 解梦要找共同点 两个人都是梦到去婚纱 吃婚纱 那可能是可见 跟解婚纱 应该是有关系 第二个就是跟烧火有关系 第三个 都是九点 到底是九点 到底什么意思 可是他那个进车 那个结婚的日子 跟那个上车 跟进房 不是九点 对啊 跟那没关系 是不是跟那没关系 之前问过了 问过了 他问上说 那好 你那个车子 第三个共同点 就是这个车子 都是梦到这个车子 我说你车子还有司机 穿那个笑衣 那个麻衣 我说你车子里面 有没有什么东西啊 他说车子 他上了 他朋友的那个车子 他妈妈 他的朋友的妈 伴娘的妈妈 从泰国有寄一个 一个小小的神像 给他 我就问神 是不是跟这个有关系 是有关系 有关系 可是你就 他妈妈应该是 蛮虔诚 可是不想要处理 那不想要处理 神明也不会勉强别人 就跟他讲说 你这样子好了 既然这样子的话 你们在结婚前就跟他讲说 在结婚前的前三天 晚上不要九点之后 就不要再出门了 嗯 再有一次再要 好像是再要 后天要结婚了 他们就姐妹套嘛 跟大学朋友姐妹套 要去 他们从台南要到台中去 单身派对 单身派对 对 单身派对 可能也是忘了吧 就11点后才开 从台中开会到台南 呦 在那个什么 高速公路 发生的时候 这个新娘跟那个 他的朋友 两个走走走走 这个好像要上新闻 烧走在里面 但我为什么会知道 因为这个新娘的哥哥来找我 我问我是那个 你有在帮人家看那个 我都有什么的 你可以帮我妹妹看一下 还有这个朋友 我看那个名字好像蛮熟的 蛮熟的 我说这个人是有问过吗 就是之前 前一先生找你 跟他那个伴娘朋友 我才知道两个人就死了 刚开始我也是以为说 从结婚上结 是婚姻出问题 对 结果不是 结果不是 可是因为这样前一师 好像是人 人又牵扯到这个 伴娘的朋友 伴娘的朋友 原因是出了这个车子 所以说有的时候 神在看角度 是跟我们人不太一样 有的时候 很多都是用点的 点化你 他不能直接讲 但是呢 有的人是很贴气的 我有一个客户 我跟他讲说 你这个过年的这一天 几点不要出去 人家很壮 故意出去 就是要挑战正义老师 就对了 对 结果呢 就在那个时候被那个 冲天炮 小孩冲天炮射到 眼睛 射到眼睛 太衰了吧 对 他很衰的 然后他打电话 他说 其实不需要用这样去证明 所以 其实很多去算命 或者去拜神 什么 他是要把货毙掉 不是要让你应验嘛 对 你应验干嘛 不知道正义老师 准不准来注意 马上欢迎 乌鸦嘴占卜大王 安格斯 好 汤哥好 各位财兵好 各位观众朋友好 我们刚刚听了那么多 有关生命数字的问答 那我们教各位观众朋友 一个小技巧 这是好的 每一个人的西元年 加国立的月日 比如说你是 1234年5月6号出生 你把这个数字加起来 你会得到一个十位数 这个十位数再相加 你会得到1到9 其中一个数字 那个数字 在西洋人的说法 他永远在你的人生中 都会扮演一个 幸运的重要密码 幸运 幸运的重要密码 你可能会得到1到9 那 比如说最有名的莫过于 Chanel 香奈儿 女士她一辈子 只要在产品发表 她都遵照她的幸运数字 5 然后她是狮子座 在占星学之中 十二宫 也是皇道的第五 像康哥狮子座 5也是你的密码之一 那她一辈子 这是好的还是不好的 好的 她一辈子发表这个作品 等出来一个十的数字 然后呢 十的数字再相加 就变1 1到9 你一定会有一个数字 那那数字遵照她 从西洋的说法 就是在你生命中 她都会是一个幸运数字 你做重大决定 都要靠她 那我们讲到 塔罗牌跟数字息息相关 有78张 78张之中 有9张代表数字意义 我们来看 你最想跟哪位美女 发生一夜情 选一张看着顺眼的牌 那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张牌呢 这张牌呢 这个女生好像拿着一个 不知道什么东西 可是就是不要让大家看清楚 紫色 专注地看一下 紫色的一张牌 那第二个 这个女生好像双手一摊 好像这个浮在半空间 很亮的紫色 在漩涡之上 是 那第三张 这个女生很明显拿着一把剑 那我们再看第四张 这个女生好像从一个杯子 倒到另一个杯子 背后长了两只翅膀 那简单的构图 你可以选择一张 看着顺眼的 注意 背后还有类似金字塔 是的 对 来 陈威明 你要选择 2号吧 2号 2号 3 1号 1号 我选择4号 4号 3号 3号 谢谢各位 有啊 因为这种什么一夜情 这我们不太涉及 对 你不可能 如果康哥看那个记在心里 如果有感觉那一张 通常跟你的灵感 会有直接的关系 那究竟今天这个测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题目啊 最近一周 你的钱财 会遇到怎样的死亡密码 好 钱嘛 大家都关心 稍微好一点 好 但就是跟这种健康美观 那是件好事 是的 我们先来看正义老师 选择的1号牌 1号牌 我们给他下了一个标 叫做 来 看一下关键字 四大皆空 我看正义老师 选的这张牌是什么回事呢 我们看一下他的解释 理财硬气低迷 所以副业投资耗损 但我们提到的是副业 与投资 那你的主业 其实不受影响 但是如果你平常 有做一些其他部分投资 有些上班族的人 会去买一点乐售 买一点乐透 买一些基金股票 或者是投资别人开店 这个部分 在这里头就有亏损 你非常准 因为这个礼拜 我在写的是波罗蜜心听 他写的就是四大皆空 而且 其实正义老师在提醒你 我也是会写 你不要每天都叫我选这个 好 那我们要去关锋局一下 对 接下来我们来看 惟命哥选择的2号牌 2号牌这个女生 变了好多东西出来 她还是好像飞舞出玉的 这个气额在里面 蛮性感的 那就性感嘛 那是飞出去的气额 很性感的感觉 一起飞上天堂 他的观念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惟命哥的 七上八下 七上八下 这意思是 意思是 看起来有点色情 当然不是 我们刚才要 没有人想要色情 没有人想要色情 你为什么会心灰 惟命哥的表情误导我 我们来看一下解释 究竟是什么呢 好 饭局聚会平凡 所以公关损好 损才好 就过多了一点 还好 还好是吃饭的OK 这一定是花在爱出去玩的人身上 你才会聚会嘛 就要东吃西吃 东喝西喝 像是比如说每次录影前 文明哥都会先好材 请大家喝一点咖啡 这之类的 这是小材 刚才还这么做而已 那这一周呢 我们要注意就是有一些这种 你公关局可以避一下 你觉得会花得多的 避开 你就可以避开这些损耗 避不了啦 是喔 明天吃饭 为什么要明天 那我们接下来看江博恶老师 选择这四号牌 我们来看一下 四号牌呢 这张牌你会看到 它有点黄色的感觉 水到水 哪里有黄色 这长得一张翅膀 这个金黄色的感觉 你亂讲 你刚刚讲色情 现在讲黄色 是 那我们再看一下 那它的 看是你比较色一点 关键字是什么 看似一片吉祥的四号牌 代表着什么样的意义呢 那这一周呢我们要注意就是有一些这种啊 你公关局可以避一下 你觉得会花得多的 避开 你就可以避开这些损耗 避不了啦 是喔 明天吃饭 为什么要明天 那我们接下来看这个江博老师 选择这四号牌 我们来看一下 四号牌呢 这张牌你会看到 它有点黄色的感觉 水到水 哪里有黄色 这长得一张翅膀 这个金黄色的感觉 你们亂讲 刚刚讲色情 现在讲黄色 是 那我们再看一下 那它的 看是你比较色一点 关键字是什么 狐狸们 狐狸们 很好啊 因为呢 这张牌呢 闪金光 那其实它杯子呢 一手出一手又近 所以呢 我们来看一下关键字 没有损号 财神路过门口 所以偏财运气极旺 偏财运气极旺的时候 自己的偏财会中 如果你带着它去买东西 也容易赚钱 那你的意思是叫我 下礼拜我要去马来西亚 要去云顶一下吗 要集资一下吧 集资一下 你把云顶买下来好了 所以说我选到这张 应该很开心啦 可是你可能会认为 后面会更好 不会的 好 我们来看三号牌 王老师 但是请问一下 我现在选这个牌 还来 对... 男人师子座信誉素之舞啊 我们有讲到啊 康哥师座 我们来看三号牌 王聪毅老师选择到 好 拿着一张箭 若我说是 这件事情最烂 关键字是什么 好 关键字 六亲不认 是不是 拿了把箭还要好的吗 怎么回事呢 六亲不认 好像很绝情啊 我们来看看他的解释呢 亲人好友的开销 那会让你稍微 掏空腰包的一点 那特别有一些啊 这个家里有时候这个 可能又很会花钱的另一半啦 或者是因为小孩啦 还小啦 或者小孩一些学业科典 或者明明结果 又要再结这种 这也是 赛养费又要复兴的嘛 对 好 那之类的 好 那亲人好友 会花到你的钱 那你被迫会花一些事情 解决他们的问题啦 那所以要小心这个部分 好 以上 反正请各位注意 那个刚刚选到四号的恭喜你 赶快去想办法发点财 好 陈文明先生 第二个概念我们的故事是什么 第一个带来的故事是 也是跟摩托车主有关的故事 是我大概念高中的时候呢 那个时候看到的一个电视 一个 一个新闻 就是 有几个小朋友 就那个 我们那个年代也 小朋友也是喜欢骑摩托车 然后那个年代不用戴安全帽 你知道吗 然后什么都不用规定 就是警察 你只要路上也很难 你再碰到警察 所以小朋友骑车都特别狠 好啦 就有一个那个小朋友呢 你知道骑摩托车能干嘛 骑摩托车就是飙车夜游嘛 好 有一天呢 其中间有一个小朋友 他们一起去玩 去那个中部的山里面 大吞山 反正在山里面玩玩 骑一骑呢 这个骑在最后面的小朋友呢 他骑一骑是 因为大家 山里面路很黑 但整个车队 是有整个车队的灯 所以呢 他摔倒的时候 因为他是最后一台 所以大家是 就停下来 因为你的灯就突然 这样摔嘛 然后声音又很大 可是他们 他摔的地方呢 就是明明就是一个很直的一段 很直的一段 要到很前面才会要转弯这样 然后大家就很惊讶 那停下来 停下来还有小朋友嘛 一定先笑 白痴啊 车摔坏什么 接着呢 他们就发现呢 这个摔车的小朋友呢 就已经 人是不大一样 然后你当 因为大家都是小朋友 当时就觉得说 可能摔一下太害怕了 就是我们大人讲的 可能 失魂落魄 那小孩子就觉得 可能太害怕 把他死了 结果那小朋友就不敢骑 不敢骑 大家就在原地休息一下 让他休息一下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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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又敢骑了 好 大家就把他骑回家 车转破破烂烂 踹一踹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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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会说 不好意思... 就会讲得很大声 就讲台语 不好意思... 然后妈妈是比较顾家的那种 妈妈就会惊醒 就觉得一次 两次 三次就这样 那妈妈就会好奇 就问她说 你每天晚上做的梦 是梦到什么事 发生什么事情 重点是 这个高中生呢 他根本没有任何印象 他有做这个梦 然后妈妈就一直问他 发生什么事情 他也不讲 然后呢 到这个礼拜六 礼拜天的时候呢 你就觉得这小朋友呢 就是一个怪 就这个年纪的小朋友 要不就是跟同学出去玩 要不就是在家看电视 打电动 没有 他就是窝在房间 就假日他就窝在房间 只有吃饭才三岁四醒出来 出来吃饭也不讲话 然后有一天呢 当地的这个大拜拜 然后妈妈就到庙里面去上香 上香出来呢 这里面的庙宫 大家都是认识 就问她讲说 林太 你们家是不是出什么事 那这个林妈妈就吓一笑 没有啊 不要 我们家没有出什么事情啊 你们家 你看起来 人事不太好 你们家应该有人出什么事 然后她就想一想说 她儿子做梦这个事情 她就跟那个庙宫讲 然后庙宫听了以后就说 你这个儿子呢 应该 应该不是只是做噩梦 你要不要把他带来那个 宫里面让我们看看 好 就隔了两天呢 这个庙里面的庆典结束 他就把这个小孩带到宫里面 他也是一路就跟着他妈走 走到庙门口 他不进去了 就你怎么拉他 怎么骂他 就是不进去 不进去不对 那庙宫就出来 那庙宫跟他讲说 你这个小孩 应该有撞到那个脏东西 然后妈妈也问 妈妈就问他 你问不出过所以然嘛 好 就开始去打听到处去打听 好了 打听到同学里面有几个讲说 那天出去的时候 他就那个摔车 摔车他有没有怎么样 他摔车没有怎么样 就有一点 有一点路陪 有点挫伤这样起来 然后就问他怎么摔车 他说他有讲他怎么摔车 他说他骑一骑呢 突然看到有一对人 有一对娶新娘的过去 然后他突然看到的时候 已经是轿子 然后他眼看就要撞到轿夫了 所以他就刹车 刹车就勒残 可是呢 就照他的讲法 他们同学都当作说 你就是摔了车 顾力要找个理由来吓我们 所以编了这样一个鬼故事 因为你是骑最后一台 有一个送新娘的轿子 三晶半夜 在山路里面这样的地方 横过去 然后我们都没看到 你看到你摔车 大家都不相信他 好了 这个时候信了嘛 妈妈就知道说 这样一个事情 然后就要跑去跟妙公说 然后就妙公就跟他讲说 你儿子碰到这个脏东西 绝对不是偶然碰到 这一定是这个命里面呢 他一定要碰到 然后就看了他的八字什么 可是你就光看一个小孩八字 你也看不出个所以然 然后那个小孩八字 也没什么不一样 好啦 然后那个妙公只跟他讲说 这个我们还要 我来再找一些膏 我们研究一下 反正一般的小孩子看好 好啦 小孩子上学校嘛 那他骑摩托上学 结果这个妙公去第二次的时候 第二天的 看完那个妙公的第二天晚上 这小朋友出去上学 上完学放学回来的时候 啪在路上 就告到一个那个大货车的 那个后轮啪下去 那个 好啦 那个家里很伤心嘛 就去处理这个事情嘛 在处理的事情 这过程中间 才更惊讶地发现 他另外有两个同学 他另外有两个同学 这个竟然在同一个时间 就比方说出车祸的时间是 7点10分 同一个时间 你说一个这么做也就算了 两个都在家里面 一个7楼一个4楼 两个同一个时间跳楼自杀 那跳楼自杀 这个事情就变得更大了 这个家长就会去查 去问 然后同学打听打听 一票同学很好 这三个人呢 那一天去 要去夜游之前 就跟朋友约了 要去夜游之前 约了一个地方方面 那边有个土地公庙 不知道什么神经命法 三个人就发誓 投名状 不能童年同日 但童年同日是死 好啦 结果那个 被卡到阴的那个小朋友 他死的时间 竟然就这么巧 另外两个同学 就发誓了三个人 另外两个人 无缘无故 在同一个时间 跳楼自杀 三个人同时 是 所以我一直讲 为什么要发这种事呢 结拜兄弟 同日发不是好 小孩不懂 他就随便发 他不知道严重性 对 对 我上次也讲过 我一个客户 最近才去世就是 他 就是三个人都是发同样 而且在不同的地方 很远 一个在美国 对 一个在美国 一个在泰国 是 在台湾 这个密码就是 郑英老师说的树 其实不一定都是 那个 发生不好的事情 这一个就是他 反而救了他的密码 对 这是我有一个客户 他 在十月 就是十一月十号的晚上 他先做了一个怪的梦 就是他梦见 就是他首先 那个梦境是 四根竹子 他四肢被绑在竹子上 绑在竹子上 那 接下来呢 那个绳子已经变蛇了 就是有四条蛇给他捆住 原来不是个绳子 有第二个画面 是蛇了 对 第三个画面更妙 就是他梦见 他已经掉下来 为什么掉下来 有四只老鼠 从竹竿上爬上去 然后蛇为了吃 还都是四 为了吃那个老鼠 就放了 放了他 那第二天 就是十一月十一号 他就 之前他有买一条童军绳 他想童军绳 他也莫名其妙 为什么要买童军绳 可是那一天十一月十一号 他就想说 要不然就是 人家说光棍节嘛 他自己是个光棍 他就把 说去运动运动 他就把绳子拿到了 这个 他的那个 以前练过的那个 那个国中 那去那个地方 跳绳 就是去那边跳绳 可是他在跳绳的时候呢 站在一个榕树 一大棵的学校榕树的 这个旁边跳 那很怪 就是 当他踏进阴影的时候 就是说本来有太阳在这边 他踏进阴影的时候 他就听到一个幻觉 就是说你其实是可以自杀 一踏进树荫就听到招混声 他能逃过一劫 还是会断送小命呢 这个 他的那个 以前练过的那个 那个国中 那去那个地方 跳绳 就是去那边跳绳 可是他在跳绳的时候呢 站在一个榕树 一大棵的学校榕树的 这个旁边跳 那很怪 就是 当他踏进阴影的时候 就是说本来有太阳在这边 他踏进阴影的时候 他就听到一个幻觉 就是说 你其实是可以自杀 就解脱了 你人生会比较 来势会比较好 奇怪 我为什么要自杀 可是呢 他就退出来到那个 旁边那个操场 是个篮球场 他退出来 就没声音 他想好奇 他进去 同样的声音又来 可是那时候 第二次他已经 有点 被好像被催眠的感觉 被影响 对 他就把绳子往上 那个树长了 就是 就是有一个 枝是这样长 垂直的 那个台湾人叫 歪威 就是不好的 就是会招人家去自杀的 那 他就把绳子也挂上去 你知道他准备 因为已经被催 像催眠被吊在 要吊上去的时候 那个校门口 有一台货车 砰 就撞到一个人 所以声音很大 他醒 他醒来 醒来那人 我怎么会是这样子 那他好奇就是 外面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一看 车祸嘛 车祸一看 你知道车祸的号码 是 四个一 一一一 今天也是 一一一 然后呢 他后来来找我 说怎么会是做这个梦 我说很简单 你本来是在一一一 要挂掉 四条蛇 四根竹刊 不是一一一吗 那 大概你 因为他身上有带了一个 以前我画给他的服务 然后 结果呢 那个老鼠上来 不是替死鬼吗 对 就是蛇把他放了嘛 所以 那个梦就等于 是音乐 就是说那天其实在那个区域 是要有人被抓交替 是 那等于他抖过了一劫 我刚好这边出车 我那个抓交替去回头去抓这个 对 就抓这个 所以说那个 老实话要听 然后刚刚安格斯也给我们提供了 如何算出幸运的数字 自己算一算 搞不好呢 会带给你无限的快乐 今天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